8个200阳光的植物 谁能无伤打败boss 第一个出场的是五阶电能豌豆 我们看一看它能否成功 这个植物攻击力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刮杀 五阶特性是会释放这个电磁场 有一点控场的作用 在海盗无尽还是有一定的用途的 但是打boss的话就不好讲咯 即使有治愈神器的加持 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它的分火 挑战失败 那么风貌咕能不能赢呢 别说了我直接攻步吧 不能打赢 我觉得这个植物的话或许也打不赢 那我们看看吧 损失这么惨重居然还赢了厉害 如果大家和我一样没猜错的话 这个就是无双通关的吧 种植这么多那攻击力不是盖的啊 分分钟把你秒杀 不对是秒秒钟 幽木投手在没有月光化的加持下 能不能打赢呢 还不错啊 打赢了 这个刮痧师傅 我劝你别再刮痧了 我们直接加速100倍吧 居然还能刮掉boss三分之一的血料 凤鲜花 这个植物也是比较刮痧 能打赢呢 真的有鬼了 刮痧的它能打到这个程度也不错了 最后一个就是来打酱油的 因为它也是两倍阳光没办法被选中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点赞关注评论